原标题 三国的谋士当中 哪些人武艺高强 在三国时代 文人谋士数不胜数 他们就像高高在上的执骑手 以千万百姓为棋子在中华大地上博弈 有的棋高一筹 自然是威震天主 天下有的奇差异的 也就只能落魄而亡 其实在古代 文人也是要学习武艺的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三国的文人当中 有哪些人武艺比较高强呢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 那当然就是徐树了 徐树在他年轻的时候 剑术非常的高超 而且当年的他 可以说是一个游侠 大家都知道 古代的游侠是什么人 说的不好听点 那就是小混混 一个小混混后来是怎么成为一名毛室的呢 当年徐树为人非常的仗义 所以就帮朋友报了仇 报仇之后他准备逃跑 结果被人当场抓住 抓他的人问他叫什么 他也不说他自己的名字 于是那个官员就把他绑在车上 开始游街示住 一边游街还一边的击鼓 想让认识他的人前来辩认 但是认识他的人都不忍心说 也就没有人来和官吏说他的名字 到了后来 徐树被他的朋友就走 从这件事之后 徐树就开始不再练习武艺 转而开始读书 到最后成了刘备的毛室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中吴的人 也就是周瑜之后的大都督 鲁肃 我相信大家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都会觉得 鲁肃只是一个单纯的柔弱书生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鲁肃和周瑜认识非常的早 那个时候周瑜在担任县令 而鲁肃在干嘛呢 鲁肃在周瑜所管辖的那个县里面 组织青年军为乡里百姓除害 如果鲁肃没有不俗的武艺 他敢这样子玩吗 而且鲁肃不像小说里面写的那么窝囊 在正史当中 鲁肃的签略也是非常了得的 他曾经建议孙权将来称帝 也在势必之战中 劝孙权不要投降 展开全文第三个 或许不是谋士 但我还是要说说他 他就是继承曹操大业 的那个人曹丕 曹丕是建安文学当中的三曹之一 或许有人说 他在文学造诣上都这么高 他武艺怎么可能还高强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有一次曹丕在和几个将军一起喝酒的时候 他们就在一起讨论建树 这个时候曹丕就说了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建树 而且也得到过高人的指导 你刚才那样做是不对的 那个将军听了 很是不服气 于是两个人就拿杆着在堂下打斗起来 曹丕前前后后一共三次 击中了那个将军的手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曹丕的武艺也是非常的高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历史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